我覺得是第一次見面,整隻泰鳳在裏面 阿爹 好飽 如果喜歡兔子朋友,一定不能錯過 上集漫遊園今集十個景點 但大家知不知其實石春縣是分為三大地區呢? 分別是金澤、能登半島、家河和白山 接下你的兩集就帶大家去另外兩個地方 首先是家河和白山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家河溫泉香 以及2700萬高的白山 第一站的是,已經有1300年歷史的那谷寺 那塔寺是1300年前的非常古老的園 以前是白山神的寺寺 佛教和日本古來的信徒 都在混合中的信仰 一直在寺寺中有鳥 或神聖 大家一定要看這座很高 7.8米高的木造 天守觀音像 很特別 因為天花的顏色是紅色的 原來是說和藏傳物教有關的 和平日的日本寺廟有點不同 白山、富士山、蠟山 並列為日本三大名山之一 而那谷寺也會以白山為神明 對自然進行崇拜 作為信仰 好像幅畫的 它有名的叫名聖指定員 奇岩遊仙景 因為那谷寺有很多自然形成的 懸崖和洞穴地形 亦因此令那谷寺 比列日米芝蓮綠色紫藍日本編 的日盛及景點 上來後 我來到那谷寺最重心的地方 就是大碑角 原來裡面有一個山洞 而且也有一些觀音像和佛像 人進去這個山洞 代表是入了一個母體 人進去母體 就變成重生 將自己的聚業洗乾淨 然後當天亮的時候 再出來 就變成一個新的自己 我出來了 這間本店分為四部份 有工場可以參觀 有賣點 有賣茶的部分 有賣茶具的部分 還有裡面有一個 可以吃東西和喝東西 它很划算 500日圓就有一個 茶加果子的套餐 喝茶當然要趁熱喝 我這杯就是獻上佳學棒茶 原來以前超和天華 是很喜歡喝的 咦 得到嗎 味道超越了我對於陪茶的認識 平日陪茶比較乾淨 喝完之後 會有些甘味的在口裡 但是這個 因為佳學棒茶是淺陪的 還有綠茶葉的草青味 而且是比較香的 如果用醋礦來用普通配茶的話 這款的獻上佳學棒茶 就很得體 很一溫柔 而代表這個區的佳學溫泉香 涵蓋四個溫泉區 包括山代溫泉 山中溫泉 遍山津溫泉 和宿津溫泉 今次我會帶大家去當中的 山代溫泉 看看這個 古種湯是否很漂亮 首先留意一下 上面這個窗 它製得很漂亮 是彩色的窗 有藍色、白色、紅色 紅白藍 1300多年前 山代溫泉就已經被發現 至今逐漸發展成為 以古種湯為中心的溫泉小鎮 所以一來到就覺得 嘩!這裡真的很古色古香 回到今晚的旅館 位於山代溫泉的 深知7 Resort & Spa 有個好美的竹林 喜歡奢華住宿的朋友 千萬不要躁躁這間 resort & spa 豪華卻有隱勢 小小小的房間 大小的房間 大小的房間 不只我一個住宿 今晚我們要三個住宿 可見這間房間可以坐六個人 可以開派對 真是 然後又有洗手盆 這麼多洗手盆 有三個洗手盆 這兩個是西式的 剛才那是比較和式的 這個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衣帽間 嚇你一跳 以為是廁所 原來不是廁所 這個室內的風呂 是貝之墨 這就是 有金箔的 有紙酒 吃晚飯 有趣的事 這間酒店真的很大 它是幾乎迷路 而且它真的有很多設施 所以要花時間去認識這個道館 好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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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一下文燈牛 第一次吃 咬完之後 那些酥 有一點酥味會滲出來 這個鞋太誇張了 我也是第一次見 整隻鞋放在裡面 是整隻香香蟹 Oh my god 哇 這個 很誇張 我每一度的鞋都想說 下午我很誇張 這個肉 這個就是我的早餐 你看多漂亮 它有蟹湯 你看 一早起床吃蟹 昨晚那個牌 還沒消化 然後它是一個很可愛的魚的角色 原來是 這個溫泉的吉祥物 而這條魚就是 猴黑魚 很漂亮的餐單 解釋得很清楚 最後最後 就是外面的很漂亮的雪景 自助形式裸飲品 還有麵包 真的很豐富 雖然這間房子 是最普通的房子 但我覺得都很闊 還有 這裡有出租式的溫水泳池 和碳酸池 健身室 可以租一個小時 而且是不需錢 下一支也有室外泳池 也當然不少有大浴場 是不是很多次思思 所以為什麼我會擋失路呢 但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客房內沒有WiFi 只有大堂和圖書館有 聽說目的是想大家Digital Detox 預訂的時候就要留意了 我想介紹給大家 赤川沿的傳統工藝 叫做狗谷蕭 狗谷蕭最大的 正之一就是叫做狗谷五彩的特色 就是利用了五種顏色 去從圖畫上去圖詞器皿上 但隨著時代變遷 亦多了顏色出現 所以現在可能是超過五種顏色 但我今次會嘗試用這五種顏色 去畫一種屬於我自己的圖詞器皿 他就是製作了 我覺得很美 在HIGH CENTRIC的房門口 就是這個門牌 是碟來的 原來是他製作的 他製作了250多隻碟 很壞 首先就是有很多 杯杯碟可以選擇 為了哄我老公開心 我就想起他喜歡的動漫角色 由於平時買周邊產品太貴 所以這次一日有機會 就自己製作給他 但因為版權問題 所以不可以出全商 畫完之後 現在還要再看一個步驟 就是燒的 燒完之後 就會將成品交到手上 除了正宗間的古種湯之外 在這裡還有一個種湯 而旁邊呢 就有一間溫泉蛋的店 我們來看看 還有一個雪糕 哇 這裡不單是溫泉蛋 還有是溫泉蛋的雪糕 好痛啊 它是焦糖加溫泉蛋的雪糕 回到家學溫泉鎮了 在車站附近應該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我發現呢 這一間有很多人排隊 到底是有什麼那麼出名呢 我們來看看 是專吃海鮮料理的 但也有些肉的 可以點的 我們點了這個很棒的 天然韓絲膠 MUNI的炒布炒布 哇 韓絲已經變成橙色了 湯滲了下去 很期待 鮮魚味很香 嗯 還有一些海鮮的甜味 它燒得很漂亮 上面 很鴨香 而這個膠殼的海鮮丹 更加有金粉在上面 不是金粉 是金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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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海鮮真的很好吃 桃花飯糰 餐廳旁邊還有一間家賀湯布甸的店 記得買幾款甜品來試一下 如果喜歡兔子朋友一定不可以錯 你看看 在雪地上還有兔子在睡覺 你看看它 這隻是你雞仔的髮型 怎麼沒有梳頭 你好像獅子 好一點 想吃嗎 雞 你看看它旁邊有個暖水壺 好可愛 看給你 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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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 很多兔子的產品 這集加號是否很精彩呢 不過下一集能登半島也很精彩 千萬別錯吧 那你一定在能登半島見 記得留言、按讚、訂閱和分享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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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